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恭请法博士来主法 这六天里面感谢法博士 还有法博士 还有法善师 祖法 还有整个僧团 无尽的感恩 上人 你自己徒弟 为什么还这样子客气 圣人在每一个动点上 他都是圆满的 都是完美的 因为由一个颗粒为成的沉点 就知道他是信控 所以不坏世俗地 虽然是自己徒弟 我们也应当来鼓励他 那么在座诸位也感谢各位的护法居士 但是没有这个栽主不好进行 没有这个栽主不好进行 有一个道场 有的道场 聚集人群过来 那开始凭着一股热忱 然后就开始打水路 打这个水路 打到最后呢 停 水路没办法打 打不下去 为什么 没有栽主 打到最后的收入不够之处 因为我问法师 水路法会大概要请多少位法师 他说要请七十位法师 七十位法师 因为法会啊 都是由法师来负责 那么我们来到这儿啊 参加这个拜这个梁皇 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懂得这个梁皇 因为那梁皇里面呢 讲的这些苦啊 地义啊 那个很吓人 那简单讲就是 我们对因果负责 就是法院经讲的 延起一个因果 然后法界的理事 不可思议 所以按照这个经典呢 我们要好好的体会 这个真理 那么所以我一开始啊 先讲少数的 也因为不能耽搁大家 太长的时间 大家累了整天 我也能体谅 能理解 能理解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体会 这个心境 诵经啊 才有意义 经就是法 法就是心 第一句话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说 我知我见了我慢太重的人 生命啊 一就是一 一不会变多 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 一就是一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如果私心 占有还有傲慢 跟人家都对立 对立就孤立 孤立到最后就孤独而死 没有半个朋友 二是一不会变多 多在《华严经》的意思 是丰富的意思 佛法能丰富我们的智慧 佛法能丰富我们的生命 佛法能丰富我们的福报 佛法能够丰富我们 本质具足圆满的生命 所以你我知我见 我慢太重的人 生命一就是一 它扩展不出来 我们怕牺牲 协佛不怕牺牲 我们怕奉献 协佛不怕奉献 因为法界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等同法界 诸位 尽管把度量放大 这一句话 尚且只是勉励 勉励而已 还不是如来的境界 应当说 性相本来就一如 相就是性 性就本不生本不灭 本来就等同法界 要这样解如来的真实义 如来者一切法如意 内如外如一切皆如 没有内也没有外 所以任何一个人 有一年听到如来的正法 他一会变多 他的生命就不再是一 他是很有福报 很有智慧 才会走上这一条路 所以啊 人的生命啊 他不在乎长短 在乎活得精彩 你活得精彩 至古以来 没有哪一个英雄好汉 可以打败无常的 无常可以打败全世界 任何一场战场 可以战胜一切的英雄好汉 任何英雄好汉 哪一个战场都打不过无常 无常一道 所有的英雄好汉都必须扶手称称 所以 而是人的生命啊 他不在乎长 或者是短 比如说啊 这个人活到一百二十岁 这里活到一百二十岁 是不是 活到一百二十 而又如何呢 耶稣基督不过活三十几岁 护华论师也不过活三十几岁 三十一三十二而已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知道 维世的主师 玄奘大师 上去的戒行论师 再来就是 上去就是护华论师 才三十一三十二而已啊 到现在 人家都还惦记着 感恩着 所以人的生命啊 它不是长短的问题 在乎你要活得精彩 所以 什么活得精彩 精彩的定义是什么 精彩的定义 就是说 生命充满着真实义 真义还有实义 生命充满着儒义 生命充满着不颠倒义 生命充满着无需狂义 所以生命叫做精彩 刚刚我们开一种名义啊 就是圣人啊 在每一个动点上 都是一种圆满 它都是一种完美 perfect 一种完美 所以我们今天呢 听经文法 在开这个大波勒的智慧 各位听经文法 它有什么好处呢 底下这句话 就跟你们有很大关系 听经文法 开大波勒智慧 各位听 能在人生最糟糕优异的时候 救你一命 再一遍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 能够开大波勒智慧 开大波勒智慧 就是能够在人生最糟糕优异的时候 救你一命 所以生命它是一个观念 观念转不过来就要跳楼自杀 观念转得过来 他救自己也可以 不伤恨我的心 也可以救了全家 接下来 《杂阿汉经》有一句话 《杂阿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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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方向 用智慧 正知正经判断 人生正确的方向 虽负百千生 这个人 纵然这辈子没有成就 就算他这辈子 没有成就 虽负百千生 虽然他继续轮回 一百世 或者是一千世 继续转世 终不多恶道 这个人 有正知正经 有善根的人 这个人就永远不会多恶道 多恶道你怎么写佛呢 多恶道你怎么清净三宝 有成就当然就没话说了 要没有成就 那保持这个人生 必须保有这个善根 福德因缘 你才有办法 进去佛道 所以 这座作业 今天来 不是只有拜良皇 他是 拜你的未来 法生会命 主要 为什么 刚刚讲的 人的生命不在乎长短 因为华元经讲的 长节 就是短节 就是短节 短节就是长节 长节就是短节 短节就是一念 直接一念 就是短节 短节就是长节 所以 有的人因为看 黄元经看的不是很明白 那就是说 哦 师父这个在 二七日里面 怎么讲黄元经 讲这么大 不啊 我说 那个二七 那个七指的是圆满的意思 圆满的意思 而且华元经 它是讲的是 长时华元 长的 很长时间的华元 所以啊 国分不可分 不可说 因分可说 换句话说 我用一个笔译 一分钟 你就知道 整部 华元经 它到底 重点是什么 华元经 从头到尾 佛陀几乎没有再说法 果分不可说嘛 如来的境界 是不可思议 它是不能说的 所以佛陀都沉默 从头到尾 几乎佛陀都没有说法 但是派了几个 演员 文殊实力菩萨 演如来的智慧 法会菩萨 演实住 功德灵菩萨 演实行 金刚闯 菩萨 演实灰相 金刚让 菩萨 演实地 普行菩萨 演法界大恨 也就是 法界的大恨 你要成就 毕竺之那佛 要有 土贤菩萨的 法界大恨 才能成就 佛果 才能成就 佛果 那最后 善才同志 表示 表示 五十三参 表示 你想修学佛道 成就 务必要有 他用的是六十华言 那个时候叫做禁译 唐译的八十华言 还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 四祖陈冠大师 五祖中密大师 用的是八十华言 所以 四祖二祖三祖 用的是六十华言 四祖跟五祖 用的是八十华言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我们就要了解 果不可思议 不能说 所以整部华言经 就派大菩萨 演文殊师力 演如来志 大志 法会菩萨演师主 功德尼菩萨实行 金刚藏菩萨演师徽相 金刚藏菩萨演师弟 普贤菩萨演法界大恨 你想要成就 佛就要向普贤菩萨 最后入法界 入法界 每一个人都要行十大厌亡 普贤十大厌亡 所以 没有尽头 成佛以后救度 无量众生 没有尽头 因此 我们就要了解 刚刚 再讲一遍 那么 天经文法 开大菩萨智慧 能够在人生最糟糕 忧郁的时候 救你一命 因为杂阿含经 今天你坐在这里 不是只有影响你今生今世 假使有世间 正见 真上者 虽负百千生 终不剁恶趣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如来正知正见的智慧 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正是人生痛苦当中 唯一的解药 唯一的解药 这电视报道的 人的一生当中 有百分之八十 会得到焦虑症 忧郁症 强迫症 那控制不治自己 他也不愿意 过了这么痛苦 百分之八十 没有药 药可以 有中药 也有西药 控制 如果能够把这个 如来的正知正见智慧 是可以从内心里面 彻底改变的 所以修行 说难很难 如果你一直执着 就很难 那如果你能够听佛的 他就劝导 那么你的生命 不是一 是多 是丰富的生命 是丰富的生命 所以我们了解 如来 正知正见的智慧 它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一般几乎没有办法 叫做定业不可转 那么世间的命 的定业 所以我们佛法 正是人生的痛苦当中 唯一的解药 唯一的解药 那么好好的 地观人生 地观 是地的地 好好的地观人生 宇宙的真相 好好的审查 每一个起心动念 测误时空 它是虚幻的 不实在的 所以佛特讲的华言 叫做常识华言 所以有的人 他如果不懂得圆满的思想 不懂得常识 全部在一念之间 他会认为 这怎么可能呢 华言经的八十万元 这么大一步 加上入法界评 对不对 普贤亨念评 加起来一百二十卷 那怎么可能 他叫做常识华言 七表示圆满 七表示圆满 所以我们好好的地观 人生 空腹自信 宇宙 空腹自信 就是生命的真相 好好的审查 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要测误 诸法空腹自信 你要无我性 所以 福法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 充满着实意 真实的事 真意 真假的真 因为我们活得不真实 我们完全被表象 所欺骗 所以 只看表面的人 他的理性是完全被蒙蔽的 因为他没有深度的不乐智慧 没有办法剔开这个假象 你见不到生命的真相 见不到生命的真相 所以我们呢 要听经文化 让生命丰盛 让生命充满着智慧 充满着了解一切 如意 不颠倒意 无需狂议 这是佛陀在经典 开示的 为什么要写佛 让生命充满着实意 真意 意理的意 意义的意 如意 了解一切法 究竟极灭 不可得 不颠倒意 无需狂议 才不会被假象 变得团团转 那么 我 把它 简单念一下 因为时间有限 把这几句话 再把它整理一下 让大家有个概念 虽然短短的几分钟 也让大家宣布 你真的 拥有了佛陀的智慧 为什么 你的心跟佛是一致的 我再把它念一下 我知我见 我们太重的人 生命一 就是一 一 不会变多 因为 不会丰富 你要无师 要无我 也不怕牺牲 人的生命 他不在乎长短 在乎活的精彩 充满的意义 真实意义就是精彩 圣人在每一个动点上 都是圆满的 都是完美的 活到这一条 没有任何的遗憾 不留任何的遗憾 所以 有一年出家的人 那么这是一个 有家族玛丽 所以我们 借用这个时间来鼓励 这两个大学生 准备出家的 跟他鼓励一下 两个也是高知识分子 这个就是准备要起飞了 要家族玛丽 人嘛 不是出家嘛 要不然就是在家 那在家的话 就是建立家庭 当然也 也有自己的 时空嘛 那你有这个因缘出家了 不要退道心 对不对 大家放轻松啊 接下来啊 听经文法呀 我们要开大波罗智慧 那么能够在人生的最糟糕 忧郁的时候啊 救你一命 杂阿寒经说 假使有世间呢 正见了真上者 随附百千僧啊 终不多恶趣 终不多恶趣 那么接下来 如来正知正见的智慧啊 可以改变命运的 这正是人生痛苦当中 唯一的解药 这是我在大学 碰到了佛法 哇 这个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哲理啊 佛理啊 这么棒的智慧的圣人 接下来 好好的地观啊 人生宇宙的真相 不要被迷惑 好好的审查 每一个起心动念 要好好的错误生命的真相 诸法本来就空无自信 万法本来就无我 你在追求什么 你在忙什么 那么有了佛法的智慧啊 可以令生命啊 充满实意 真意 如意 不颠倒意 无需狂业 也就是 不会被这个圆起的假象 骗得团团转 骗得团团转 好 那么 简单的鼓励大家拜梁房 先讲几句鼓励的话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都在问梁房 师父要不要出来开示啊 每次都这样 一直问 要不要开示啊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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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现 好像很奇怪 所以来咯 给大家 看一看 我这都是这样 我这个啊 就是 因为啊 生活 每一天都是看十几个小时 所以啊 比较不晒太阳 因为我没有再跟人家攀缘 没有再攀缘 那么 再变得感谢 众法师 还有我们的护法 居士 大的 最主要的 我是属于 生命属于静态的 我的生命里面 百分之 九十几 全部都 都在三藏里面 用功 所以 我的桌子 全部 都是经典 全部都是经典 师父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就是 我 自己认为 如果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实力 你有这个愿力 那么 我们就要做 该做的工作 没有人叫我这样做 所以 我们学佛的精神 因此 这辈子 差不多 几乎没有再出门的 没有再出门的 最近 你发现 有一点退化 有一点退化 因为 没有晒阳光 没有运动 都是精进 这 玉熊掌 不可兼得 那么 如果你要精进三藏 物名新兴 你要下十功夫 他有办法 不敢说 说我们有成就 说 我们小小小小小 一点点愿力 还存在 那么 不用功 不行 你必须挑起 历史的十字架 不要让众生 走在三叉路口上 迷茫 我们能救多少众生 算多少众生 也十无众生可度 十无众生可度 有一个人 出学佛法 然后就 我看到祖师 就不吃 不喝 也不睡 我说 你最好看一下 这个肉体 叫做 易俗果 吧 易 叫做 因 变化的因 俗 就是果 从变化的因 一直来到承受的果 要实地菩萨 要实地菩萨 还没有办法转动这个肉体 为什么果中 有之不全真呢 前五世 你五根 五根你没有转 你五世怎么转啊 五根没有转五肉 你五世怎么转五肉啊 而且五根要转五肉 你必须转易俗果报 金刚到后 易俗空 才能转动 所以一般众生 生病 你就要看医生 没有看经典 叫做狗狗 我一看开始 不吃啊 不喝啊 不睡啊 病苦了 我不理他 我说 你病苦了 你不理他 有一天他就会理你 哪有这种功夫 好好的吃 好好的睡 按照正常人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要 了解 我们要了解 如来 究竟的这个智慧的境界 是很重要的 这样我们有一个模范 可以引导 好的 我就简单了 因为人家都没有看到师父 是不是 我给大家出来看看 健康 大家不用挂念 好 明天啊 你们就稍微辛苦一天 这位礼貌就免了 我把现场就交给法卧师 感谢大家 坐久延迟 耽搁大家宝贵的时间 我非常的抱歉 对不起 啊 感谢观看